热爱排球运动的万荣乡马远部落青年 男女排球队也都成立了多年 从去年就规划排球邀请赛 有来自华林县各乡镇的八支队伍参赛 万荣乡长谷明光 县议员简志龙 都到场来为球员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能够展现最佳的成绩 场上球员专注看着球不让球落地 希望能够得到抢下一分 这是万荣乡马远部落的男女排球队所办理的 第一届八幻排球邀请赛 有来自华林各乡镇的八支球队来参赛 球场上较劲球技 热爱排球运动的万荣乡马远部落青年 男女排球队也都成立多年 从去年就规划的把换排球邀请赛 万荣乡长谷明光 华林县议员简志龙等 都到场为球员加油打气 它的由来 它的意义就是反体的默契 所以看到打排球的话 我看到没有体重超过60 我也没看过哪怕是撞牌的 我也没看过它的腰围超过40 所以排球有很好的一个健康 运动会在此次以合 然后用这个交流 男排冠军是由卓西乡男排获得 亚军则是花莲市的球队米卡农 女排冠军是花莲市热爱排球的 女排夺得 亚军则是地主队把换女排 也预计下半年会再办理第二届的 排球邀请赛 也希望能够带动排球风气 记者高雄上网上采访报道